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财经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即将在广州盛大起目的重要活动 中国商业电桩与展成行业发展论坛 将聚焦于新驱动、新生态、新体验三大核心议题 此在推动商业电桩与展成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论坛的三个重要方面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论坛如何深入洞察、新趋势、积极适应新生态 在这个环节中将有业内权威人士、旧行业现状、发展趋势等议题发表真知拙见 同时还将探讨如何巧妙地融合美学与实用性、优化电桩与展成设计 接着我们看到活动精彩分成、紧贴行业前沿 论坛将推广绿色商业店铺评价标准等团体标准 此在推动绿色商业里面的普及和实践 此外还将成立绿色商业店铺评价工作委员会 为商业店铺提供持续的支持和指导 最后我们还将期待权威报告的发布 它将剖析市场、新趋势、为行业内的企业和个人 提供有利的参讨和指引 整个论坛将为市场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为我国经济的繁荣与消费市场的持续发展贡献行业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 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在悄然进行 自2022年底以来 多个城市相继宣布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政策 杭州和西安的加入更是将这场变革推向了新的高潮 据网易报道 截至2023年5月9日 已有25个城市宣布全面取消住房限购 这一政策的变动不仅影响着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更是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未来楼市走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新京报根据中止研究院的监测数据统计 尽管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住房限购政策 仍然较为严格 但广州、天津等城市的部分核心区 已经开始放宽限购这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不仅显示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视 也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对当前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变化的积极响应 在北京尽管限购政策依然严格但已经有所放宽 非经纪家庭在五环外可以购买更多套房 上海也在2024年初放宽了单身限购政策 并对售保和个税的年限要求进行了调整 真正广州等城市也纷纷出台优化限购政策 降低了非本市户籍居民的购房门槛 这些政策的调整无疑为楼市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西安和杭州的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政策 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对住房限购政策的重新审视和调整 西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发布的通知中 不仅取消了住房限购措施 还提出了一系列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措施 如优化商品住房项目停车位规划配比 此时已旧换新购房模式等 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发布的通知中 也明确指出 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 非杭州市户籍人员 在杭州市取得合法产权住房后 还可申请落户 这些政策的变动 不仅为购房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也为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商报引述异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月静的话称 杭州此次政策具有非常好的标杆性和启发性 显示了政策制定者对市场形势的及时响应和务实态度 而受新政策化 房地产板块表现活跃 多知个股跟长 显示出市场对这一系列政策调整的积极反应 作为一个观察者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住房限购政策正在经历厂深刻的变革 从严格限制到有条件放宽 再到部分城市的全面取消 这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不仅反映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变化的敏感反应 也展现了政策制定者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 随着更多城市可能跟进调整策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迎来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前景 在近期的财经领域 两个重要的事件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一方面 离电池板块在多重因素的共振下上演了一场涨停潮 解释出行业盈利有望见底其稳的迹象 另一方面 IPO市场出现了撤回案例 反应出市场对上市条件的严格审查 此外 私募基金管理领域也出现了 因违规被直接撤销管理人登记的案例 进一步凸显了监管的严格性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些事件的细节与背后的意义 以电池板块涨停潮背后的多重因素 据科创版日报报道 由于海内外政策的支持与技术创新的推动 锂电池等新能源赛道股集体反弹 例如工信部公开征求对锂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及公告管理办法的意见 旨在引导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提高产品质量 东莞证券的报告指出 这有助于加快落后产能出清 防止低价无需竞争 从而有利于头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升和盈利修复 同时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发布的 减少通货膨胀法案中清洁能源汽车条款的最终规则 对电池的产地要求有所放宽 为锂电产电链本土化提供了更多的途径 这些政策的变动 为锂电池板块的上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IPO市场的撤回案例 在IPO市场 深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撤回案例 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据中国基金报报道 深辉新材应不再满足新规上市标准 而撤回发行上市申请 这一事件反映出随着上交所发布新规 提高了主板上市财务指标门槛 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健康度要求更为严格 慈募基金管理人被撤销登记事件 前海偿付基金因违规被中击鞋和深圳证监局双罚 并直接撤销私募管理人登记 该私募通过微信的方式向投资人披露虚假净职 涉及不当销售、承诺保本、不配合纪律检查等多项违规情形 这一事件凸显了监管部门对于私募基金行业 违规行为的严厉态度和零容忍政策 结论 这些事件不仅展现了财经市场的动态变化 也反映出监管部门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维护投资者权利方面的决心和措施 对于锂电池板块的投资者而言 技术创新和政策支持 为行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 Virip、欧市场和私募基金管理领域的事件 则提醒各方参与者必须严格遵守法规 未来随着监管的不断完善和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金融市场有望实现更较稳健和健康的发展 在资本市场的波澜中 北向资金的动向总是备受关注 据网易报道 5月9日的市场震荡反弹中 北向资金大幅净买入80.14亿元 带领户指生存账下年内新高 这一动作被市场解读为 外资机构对中国核心资产的积极看好 然而 北向资金实时披露机制的调整 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了实时监控 这一重要资金流下的能力 这无疑给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 诺亚财富因涉及罗布章骗走300亿的 曾经诈骗案而引发的一系列法律争议 也在持续发酵 据网易报道 诺亚财富曾试图将京东拉入这场赎赔战争 但法院的裁定并不支持其主张 这一案件不仅揭示了金融市场中潜在的风险 也反映了投资者对于财富管理机构 责任的深刻管理机构 责任的深刻关切 尤其是那些已经苦等多年的投资者 他们更是期盼着正义的实现 在保险行业 上市贤旗的遗迹报也揭示了行业的最新动态 根据网易的报道 古大上市贤旗的保费收入增速 呈现三升两降的格局 而规模净利润则呈现四降一升 这一结果反映了保险行业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贤旗纷纷强调了 代理人队伍的体制增效 以及对受选新业务价值的增长 这既是对当前挑战的应对 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投资 然而投资端的承压 依然是贤旗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资本市场的波动中 如何优化资产配置 提升投资收益率 成为各大贤旗关注的焦点 从中国人寿到中国平安 再到中国太保 各家嫌弃都在积极调整投资策略 力图在保障投资安全的同时 实现资产的增值 在这一系列报道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市场的顺其万变 也见证了金融机构 在风险与机遇中 不断寻求平衡的努力 无论是北向资金的动态 还是诺亚财富的法律纠纷 亦或是保险行业的发展趋势 都是市场参与者 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信息 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唯有不断学习 审慎投资 才能在波轨云爵的市场中 稳健前行 在汽车产业的巨轮中 特斯拉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星星 而在特斯拉的星辰大海里 朱晓彤则是一位不可或缺的多少 据虎秀汽车组的报道 这位特斯拉汽车业务的高级副总裁 可能将从美国 德州总部调为中国 这一消息在汽车行业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朱晓彤这位特斯拉汽车业务的二号人物 是否会回归中国 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 马斯克这位特斯拉的掌门人 似乎正在对公司进行全面的人力与权力结构调整 在一系列的裁员行动中 马斯克的权力愈发集中 他通过裁员 调整高管团队等方式 巩固了自己在特斯拉的地位 朱晓彤的职务变动被外界视为马斯克全盘策略的一部分 朱晓彤曾在2022年被调任美国 负责欧美地区的销售、服务和监督工厂的交付 显示出其在特斯拉中的重要角色 如今 朱晓彤的可能回归 被看作是特斯拉加强中国市场布局的重要举措 在另一方面 云南的蓝煤产业也卷起了一阵燃旋风 中国商报 云南的蓝煤 引起优裕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成为了市场上的新宠 和马等电商平台通过垂直供应链的建设 将高品质的云南蓝煤直接送达消费者手中 实现了价格和品质的双重突破 这一切都得益于云南特殊的气候环境 和对蓝煤种植技术的不断迭代与优化 而在房地产领域 中国富豪对日本房产的热情似乎从未解退 东京的奢华楼盘 马布台之秋只对既有钱又有品的绅士淑女开放 展现了日本房产市场对高端买家的独特吸引力 中国买家对日本房产的热情不仅推高了当地房价 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媒体的观众和媒体的关注 日本房产因其质量高投资回报率相对稳定等特点 成为了中国富人投资海外房产的首选地之一 这些故事不论是在汽车产业 农业还是房地产领域 都映射出当今社会在选球化浪潮下的多元发展态势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布局 云南南美产业的崛起 以及中国富豪对日本房产的热衷 都是这个时代变革与发展的生动写照 在这个过程中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在寻求着自己的机遇与挑战 共同变质着这个时代的丰富多彩 在这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 每一个行业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 无论是新茶饮市场的激烈竞争 还是白酒行业的战略调整 亦或是商业电装与展成行业的持续创新 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变革与创新是行业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从网易对茶百道的报道来看 这个曾经在新茶饮市场高速扩张的品牌 现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上市破发 投资者不买帐 加盟商管理难题层出不雄 这些都在考验着茶百道的发展策略和运营能力 尽管茶百道试图通过上市募资 来提升自身的运营能力和供应链体系 但是在行业内卷的大背景下 如何真正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和加持 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 以网易的另一篇报道则带我们关注到了 白酒行业的一次重要变革 狼酒的战略调整 合并龙马狼事业部和顺品狼事业部 设立奸乡事业部 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狼酒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洞察 也体现了其在追求产品多样化和市场扩张方面的决心 这种自上而下的战略调整 对于提升品牌竞争力和市场份额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在商业店庄与展城行业 网易的报道揭示了这个行业在扩内需 促消费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消费者对购物环境和体验要求的不断提高 商业店庄与展城行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而即将在广州举行的 2024中国商业店庄与展城行业发展论坛 则是行业内外精英共同探讨发展大计 把握新机遇的重要平台 从绿色商业的推广到绿色店铺评价标准的制定 再到优质、服务商、供应商名录的发布 这些举措无疑将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通过这些报道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无论是新茶饮、白酒行业 还是商业店庄与展城行业 每一个行业都在经历着快速变化 并在变革中寻找新的生长点 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如何把握市场脉搏 进行战略调整和创新升级 将直接决定其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而对于我们来说 观察这些变革 不仅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 行业发展的趋势 也能为我们提供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 寻找机会的灵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收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